謝謝大家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情形不錯 照對你來說 最好都情形不好才對 你們很愛最好就對了 我們知道說 這六十九年來 在台灣所受到的一些不正確的教育 所受到 跟歷史完全不一樣的教育 所以 今天我要來講 按照時間 時間來講 我們台灣人最愛大的一個課點 就是什麼 就是說 眼見為憑 眼鏡沒有看的你都不相信 眼鏡沒有看的你都不相信 眼鏡沒有看的你也不相信 你眼看過魔術 魔術你知道嗎 魔術 魔術 你說那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 假的 你都知道那是假的 眼見不是微平嗎 魔術有時候一個人在這裡 魔術說一個人摸下去 那人就不下去 你不會說說那是真的 電腦你沒看到的 應該是真的 譬如什麼 我告訴你 今天是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台灣 有很多台灣人說 你證明在哪裡 我外國都沒看到美軍 其實 你如果住在台東和華連 最近 最近 你可以看到美國的軍隊 軍艦 在外海 停在那裡 美軍 包括重型的武器 都在台灣 從那裡 登陸 在華連 在台東 還有華連的加山機場 台東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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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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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支援軍艦 這幾個地方 美軍已經 大量集在台灣 當然 美國 他對我選擇 什麼 要跟中華民國 軍事演習 因為這個消息 我們在差不多一年前 我們就知道了 那時候我們跟大家說 大家說 比較有可能 美國比較有可能 跟中華民國 軍事演習 現在 漸漸漸漸漸 已經證實說 美軍跟 中華民國 在 7月4號 要 沸水演習 為什麼說 7月4號 這個 這是什麼日子 美國的國境 也是台灣 民政府 設計 華盛頓DC辦公室 成立的紀念日 所以那一天 我們所有台灣民政府 受過五官教育的 都要跟美國國旗 跟台灣民政府的旗子 台灣這個地方 四百年來 從來沒有自己管理過自己 不要自己管自己 你說李定輝 我們GP連選 21年 做了以中華民國總統 這樣有算台灣人管自己 沒有 沒有 它是 中華民國的體制 中華民國的制度 底下 的 管理 台灣人 六十九年 都掛小鬼子 假面具 裡面是台灣人 但是外面誰誰 中國人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的 你不要搞錯 四百年 台灣從來沒有說 稱為中華民國 你們有沒有看到 1946年的1月12號 中華民國一張座而已 一張台灣人 都變成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是違反戰爭法 尖量不可以移轉租款 這所謂的移轉主權 包括什麼 不可以改變我們的議案 你會記得嗎 如果請我這些年齡 至少我十歲、二十歲 過去在學校 如果說台語會用法制 你不知道要記得嗎 我那個時候 好像是法一天兩天 有時候北部 給你一天兩天的零用錢 去學校說一句台語 就都法了 所以我們台灣 這是困難 為什麼台灣人 不能說台語 以前的人不會想 老鼠規定的 以前都老鼠說的最大 但是實質上 老鼠是想到 國民黨 要用他的強力壓迫 你如果沒有這點 你如果沒有把這些人翻 這樣你的老鼠的主權就給你出銷 其實 說台語會供法制 這是什麼人去說的 他不知道 送盤 不要說他送盤 我們政治人文 就跟他說送廚 所以馬英九 叫做馬英九 後來 街頭就要說馬英九 不好 這不好 政治人物 你稱呼對方的時候 也是要保持一種 固定的禮貌 我們台灣人 這個台灣民政府 馬上要接政權 我們這個政權要接 不是向中國民國接政權 你如果向中國民國接政權 我告訴你 絕對手把 他有手 他有軍隊 他有警察 我們都雙手空空 我們是要接什麼 所以 台灣民政要接到台灣的這個政權 是向美國軍事政府接 以前我說這個時候 很多人說 比較有可能 你要怎麼接 但你現在 你會看到 美國的軍隊 開始大量是要去台灣 我再跟你說 就是 你不一定會相信 現在是中華民國 美國的部隊裡面 屬於更精密 更大型的 軍營的主管 例如 M48 艦車 坦克車 飛彈部隊 跟 阿帕機飛彈 阿帕機 阿帕機 那個直升機 F16 15 這幾個 較重要的軍事 基地的主管 現在開始 都由美國人 做老闆 你連覺得很奇怪 也有很多人 在部隊回來跟你說 爸爸媽媽很奇怪 我們那些都做美軍 美軍來在我們那些 也有 我們的部隊的孩子 送去美國的時候 回來跟你說 我們都變成美軍 現在這件事越來越多 這沒什麼虛擬 沒什麼虛擬 因為 美國已經要重返亞洲 台灣本來在 古金山河平條 23條裡面 他是台灣這個土地軍事政府的 占領地 這不就是中華民國 他 來代替美國占領台灣 會占領 他也要走 但是問題是 台灣人 這六十九年來 全國都說 我們發言說 美國來軍事政府占領台灣 中華民國來代替 剛剛好 他占領以後 六十年 到現在已經九年了 我們看大辛苦就好 九年來代我們一直上課 一直跟台灣老百姓說 中華民國要離開 中華民國是嫁 我們的新聞情是嫁 我們的國際是嫁 說九年到最近開始了 才有人要來相信 現在說到現在 才會說 嗯? 好像有一樣的款 不是有一樣 是真的 你用中華民國的新聞情 跟我們台灣民政委的新聞情 跟這兩個新聞情就好 你去全世界 中華民國的新聞情 有人要用嗎? 就是有人要把他承認嗎? 當然是 沒有 但我們的新聞情 在日本 在美國 在澳洲 在澳洲 通通被承認 台灣有一些機關也開始在生的 例如 柔局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我本來不注意 對柔局 他電腦的閱讀機 刷一進去 他的資料會照出來 以前是沒辦法照出來的 現在開始了 他的資料會照出來 所以他自己說 本來我們的人 申請新聞情人 不再看到 那個新聞情人在寫什麼 他看一看 哇 寫到有夠詳細 雙皮 地劑 雪形 什麼的都有 像這樣的資料 當然全世界都要去 再說 我們台灣人 這個歷史裡面 什麼人可以決定 台灣這個土地 就是有這個土地的人可以決定 我們說一句話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不對 你台灣人可以決定台灣的地位 可以決定台灣這個土地的屬性嗎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把台灣賣掉嗎 你沒辦法 什麼人可以把台灣這個土地賣掉 你把它翻歷史 以前是都打來打去 見來見去 上次的一次就是在馬關教育 1894年 1894年的7月4 8月 1895年7月4 簽約 台天的風地 將台灣賣掉 掛牛 給日本田農 是英九掛牛 這個掛牛 你要注意 這個掛牛 是兩項東西掛給田農 這項是什麼 台灣這個土地租款 另外一個就是 台灣這個土地管轄權 掛給他一後 因為台灣本來是 台青帝國的 拓殖地 殖民地 因為其實是一半而已 他關一半 但是他幾個都掛給他 日本田農也猛猛 他也沒調查 補一個就在台灣 二次之後 高山 他翻空 所以有像這個電子 叫做 賽德克巴萊 你有去看 那些觀眾朋友說奇怪 我一天在這裡 生活生活吃好 我要打獵就打獵 我要創錢就創什麼 你現在 一大堆的日本人來 幫他關堂關塞 他會翻空 日本人為了這個事情 在1905年 就是1895年 經過十年 1905年 他正在開 開一個國際會議 叫什麼人呢 叫 當時美國 躲在中國清條 躲在清條的參議 來開會 開會的時候 為什麼要叫美國 派人來開會 因為美國人 有跟印第安人 抗爭的經驗 開的結論 得到結論 就是我們台灣的高山 台灣的不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部落 部落 他不要獲獎 你的統治 要怎樣 一個方案 跟他征服 這好聽話 叫做政府 堪貴 但這個征服就是什麼 派警察 派部隊 打敗 讓他完全聽你的 所以台灣在 經過十年 算 高山跟台灣人算厲害 1905年 那1915年 剛才十年的時間 將台灣整體土地都政府 整體土地的政府 叫做 有台灣這個土地 開始有租款 這個以前沒有租款 既然政府一樣有租款 所以日本天皇 是頭一次 將台灣變成有一個租款的一個土地 要怎麼證明 1922年 2月6號 有一個叫做 華盛頓裁軍學令 全世界九個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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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盛頓開會 開會當時 因為那時候 一直在建政 大家說這樣 我們每一個國家 按照你國家的力量 規定說 你會怎麼有幾隻軍艦 會幾隻飛機 會幾個兵 那叫做財軍協定 財軍協定的時候 在第九條 他就信任說 台灣憑憑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那時候開始了 全世界通通承認 台灣澎湖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同時台灣已經建立了主權 這個主權就是在日本天皇的手頭 所以你不知道會記得嗎 古年主年的時候 大家當你罵馬英九說 你出賣台灣主權 馬英九只有一次 出現第一點是說 之後新母教就把他禁掉了 馬英九出來怎麼說 台灣人說我出賣台灣主權 可是我並沒有台灣主權 為什麼 人家說的實話 台灣人看不到而已 這個主權是日本天皇的手頭 所以馬英九說 我也沒有辦法出賣台灣主權 這就是美國說 台灣不可以獨立 台灣不可以公道 你如果要公道 要獨立就可以 去問老闆 老闆是日本天皇 和美國他都不敢違反 所以美國 要在那邊占領台灣 但是美國既然在那邊占領台灣 也還有一個問題 欸 你要幫他造東西 要幫他造用東西 你要怎麼占一四人 美國人就是阿爸這種行為 你知道美國 把我們做AIT 不是AIT 金火路一百號 要做美國的阿州地區的軍事基地 兩百名的土地 你知道他做多少 九十九年 還在九十九年 時間到可以再演 你不要看到這種的作用嗎 你不要 你不要看到這種作用 我這四人 我不要說九十九年 還在九十九年 你不要換九十九歲 好啦 你可以換 還九十九年 你怎麼換不換 還不換嘛 啊時間到了 還在演 還在九十九年 還在九十九年 那個土地是他們的了 這是怎麼這樣 因為美國 第二世紀第一後 他的參議會 眾議會有通過一個法律 說美國不能再增加五十九以外的土地 他很好啊 他自己約束 那不然 現在全世界全都美國的土地了 對不對 一共嘛 好 還有這個建政法 美國這種土地有幾個地方 三個 第一 古巴的關踏納莫灣 美西戰爭一一歐 三年而已 1902年 他把古巴說給你獨立 但是他說 你這個 甘湯納莫灣這個地方 要做啊 做九十九年 還在九十九年 時間到了 還在九十年 一直演就對了 卡司徒在賣 卡司徒說 卡司徒革命嘛 古巴他革命嘛 他成功嘛 所以卡司徒對美國 一直減見到現在 最近才開始 今年才開始崩潰 但是也沒辦法 這個土地是 美國 永久租界 美國人比英國人更聰明 英國人去做 香港的時候 是九十九年而已 對不對 美國人更聰明 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 時間到還在演 建政贏就好處在這裡 所以 根湯納莫灣是 美國一樣做 你說要做 永久也不對 客人就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而已 時間到還在演 第二的地方是 普天天基地 普天天基地 在日本 普天天基地 美軍在流球 也是一樣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但是很夭壽的 在日本的修雄 做藤榮座 他去跟尼克森簽的時候 1972年 他跟尼克森說 欸 這個流球 你為什麼要行我 我做總理 我做修雄 你行我 我比較有名字 美國人說 好 我行你 但是我這個地方 普天天基地 我要跟他做九十九年 再九十九年 做藤榮座 聽聽 不可以 做你一個地方 整個都拿回來 這樣是 日本人的嚴重 他是影響 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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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修上 九三修上的時候 它是大聲話說 你美國應該撤離 琉球 把琉球還給我們 美國轉向這個合約 拿去給九三看 他說來 你來看 這份合約有效嗎 明星成順順 九三落台 然後 日本人才知道 哇 原來琉球拿了回來 那個基地做給美國九十九年 再九十九年 台灣的金火龍一百號 做給美國三人簽的 阿扁 阿扁那時候用一個 叫做福爾摩沙基金會 他美國也很聰明 美國他不需要你 阿扁那時候做總統 做台北市市長 他不需要你個人簽 他用一個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簽的時候 那就是因為法律上的問題 就是你 台灣沒辦法反悔 所以美國現主席來說 全世界三個地方都九十九年 又九十九年 時間到再遠 阿這三個地方 你有一個特點 都是因為建政失敗以後 美國幫你簽領 但是他不說簽領 他說我幫你做的 當然要做金 美國 普天天基地 和那個 那個 關塔 納莫灣 那個基地 卡數是沒的 他說我沒做 你不用花錢 美國沒管 他將這些人給你存在國際銀行 你要領也好 不要領也好 反正我有客人 我就幫你做店就對了 我看到樓尾 卡數處 如果沒有做的時候 他去領 跟法國要做什麼 就做他 最多事 跟他講條件 做得比較多 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我現在不會說 因為他都有你看 尤其我上課 都很喜歡注意 我上課 一次都五十萬人去看 所以 我有很多事情 很多委員 公開 不可以亂說 但是 對這個 美國來 幫我們做這個 金鋒路 一百號 九十九年 再九十九年 我是覺得高興 我說一下 你爸爸一定高興 波多黎哥 你知道嗎 波多黎哥 關島古巴福利賓 這四個地方 是在1889年 1899年 對不起 1898年 美西戰爭 西班牙建蘇 西班牙掛 這個四個殖民地 給美國 掛殖民地給美國 這四個地方 也是要去殖民地 波多黎哥 1899年到現在 已經百多年了 當年要用八百 和九百去吃 為什麼要去吃 你把他摺領 什麼人摺領 你就要去吃了 你要保衛他的安全 保衛他的人民 所以幾年開八九八 去保護 波多黎哥 你如果準備 各位 你如果準備 你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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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賣八百幾歲 你還要去吃 你六百人打 你當然要吃 不是 所以美國也有 一天很少 差不多二十年前 美國開始 抗亡了 說 我拜託 拜託 你們動立 你們這些人不是說 很愛動立 你台灣人很愛動立的 也不是 有一天美國人告訴你 讓你動立 拜託 讓你動立 保多黎哥 還有人說 要獨立 公道啊 公道的時候 說 保多黎哥 要獨立 或保多黎哥 不要獨立 保多黎哥的 政策 非常非常聰明 他跟那些人說 我先跟你說 獨立以後 明天開始 你們的候選 都要來做兵 明天開始 國家以成全家 要買武器 做生理的稅金也要叫 你像保多黎哥的人 要獨立嗎 要嗎 我問你 台灣一樣 我問你 台灣要讓你獨立 你的候選 你的選 要做一四人的兵 要買武器 你買嗎 沒有 台灣人很愛招稅 反而要招稅 都每天都沒有 所以公道 要獨立嗎 沒有 要獨立 沒有10% 他說你不要獨立 美國一年 給我們八九八 可以 你看 保多黎哥 人家很胖 因為瓶床 只要吃而已 不然要做工作 旁邊有魚 他也沒力 沒有 所以保多黎哥 過了幸福快樂的日子 這時候 哪有八年 因為一次公道 世界幾年四年 四年 四年要四年 當然不會過 絕對不會過 不要獨立 美國說 這樣 沒有 讓你們變成我 美國的五十一週 讓你們變成我 美國人 這樣好不好 他還跟那些人說 那些政治 我跟你們說 如果變成五十一週 我們要交聯邦稅 孩子 主要可以做兵 也不可以做兵 但是所有的東西 都稅金 都會招 每一個人的薪水 三分錢 要交給聯邦 叫做聯邦稅 你後來看 他也會變成五十一週 公道 還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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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 剛才八年 後面八年 十兩年 快樂的日子 美國現在收起了 他們說 你這個政理 你幫我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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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獨立到五十一週 兩個總會公道 哇 你要投 五十一週 還是獨立 對不對 現在那些政理 頭怎麼這麼好 還跟那些人 老闆稅說 我跟你們說 把他回到五十一週 因為 自由世界大陣子 他的眾議會 和參議會通過 美國沒有要拯到新的州 所以廣大陣子 五十一週通過 國防部拿這個東西去 白宮 去美國的參議院 和眾議院去我們巴桃 你是在看的嗎 老早 簽名 眾議員 應該說 不能拯到新的土地 你怎麼會把 波多利變成五十一週 還沒過 一直到現在 所以 波多利個人 到今天還是做個 過個 非常快樂的日子 每一年有九百月 最近 波多利個人政府 跟他們宣布說 我在想破散 錢沒了 要怎麼 美國要再補 我跟你說 美國絕對 抵抗毛衣 不知道要怎麼 但是波多利個人 影響到台灣 現在美國人說 你現在台灣 很誇張 你出一個秘書長 用過話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不要抱歉 我希望我的秘書 讓你們這樣去接 因為美國說 是啦 是啦 我台灣 對台灣不知道要怎麼出 台灣跟波多利 不一樣啊 波多利還有地理位置 跟台灣 台灣非常重要啊 所以 我跟美國說 我們歡迎你繼續佔領 但是你接而已 你不能讓 中國民國來接而已 所以 我不能做兵啊 所以 歐巴馬有跟 歐巴馬有說 四五年前就說 你不能叫台灣人當兵 因為台灣人去讓你占而已 我做兵 我後來要跟你歐巴馬 玩笑呢 要背 所以我跟你說 好笑是給你們知道 今年的二月二月 我們恐怖美國以後 好 在頂頂禮拜 美國的法院 叫國務院的律師 叫中法美國的律師 叫我們台灣民政委的律師 三個 統統來 在 法院的法官的辦公室協調 法官說 如果 叫台灣民政委 控告的這條 人權 國際消滅的案子 台灣民政委 可以要求賠償呢 賠償是什麼意思 我們本來有國際對不對 我們是什麼國際 大日本帝國的國際 現在鄉鄉大家 都變成中華民國的國際 你有同意的走手 你沒有同意的走手 有走手的都可以背 沒有走手的都可以背 這是國際法而已 這是國際法 你聽得清楚 這是國際法 你有同意去用邊境 不用背 你如果沒有同意去用邊境 要背 我問一次 有同意去用邊境的走手 沒有同意去用邊境的走手 我這裡都有攝影機 這樣你們都可以背 尋找一個背 我告訴你 美國的法官說 這是全世界 最大的人權的賠償案 我鼓掌 初步估計 一個人最大背 兩百萬美金 說到錢 不要拍手 賠償 像你們在這裡最大的為到錢 這方面 我在我們的官網上面 有一批文書 官網那個可以出來嗎 那兩個公告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不可以在這裡 扛水 部資 像你說美國 要拚對一條 這個法律 要自己背 來 你看看 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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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營業的報紋 根據外國主權豁免法的 28 USA section 1605 A5 外國主權對於 因為個人傷害 死亡或財產損害 或損失的金錢賠償的訴求 沒有豁免權 就是你中華民國 雖然你不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你是你的政體 你要背 沒有豁免權 你有看齁 所以我跟你說齁 台灣人要再說五萬一堆 你來這裡最好 我相信也有人跟你說齁 這樣 說你這樣 說你頭髮掉 中華民國那種 你是要怎麼 會你免協 回去都有啦 在官網裡面都有啦 其實也沒關係啦 你會去跟店鋪一下 不然你如果店鋪會開 一邊看一邊看 說比較快來上課 我跟你說齁 你不要因為 要背所以你來上課 有一個條件 就是一定要奔透台灣人才可以背 我已經說過了 你要先證明說你奔透台灣人 你要怎麼證明你奔透台灣人 我早上跟你說過了 你不記得這樣 頭髮都很壞 你不記得 你如果身份證拿到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那張就要免協 中華民國代表你是什麼 中國人 現在中華ROC把你通締 你是中國人剛好啊 所以要記住 你如果要不清台灣民政 那張身份證 那張身份證 這個時間沒有多久了 還有兩國或三國的 打過的時候 以打過日記為止的頭情 是奔透台灣人 我都會幫你造冊 上去美國翻譯 所以你還不清 還不清的 還不清的走 還不清的 還不清的 還不清的都沒有兩百萬的 有清的都有 所以你要趕快動作 因為你是台灣 本土台灣人 現在你受到 人權上面的 迫害 你有受到人權上面的 迫害 有嗎 有的嚇手 比較聰明 對 這樣對 你有受到迫害 所以你可以要求 背上 我現在在政策的聲音 那不來的台灣人 還在說什麼 我跟美國說 那四季也要背 就是194年人 去改過 經經到四季 聽說我都應四季對不對 你也要稍微配合一下 都應四季對不對 對 對 還要背嗎 所以他後來 他後來寫了一個心情書 他本人可能背不得 因為沒有台灣民進委的身份證 但他的祖先 因為經經四季 不記得心情 那要背 那這樣就比較公平 因為我們中央 但是我來想想 夭壽的台灣人也很好 你老五個人 一個200萬米金 哇 一千萬米金 你要怎麼贏 你怎麼這麼好走 你怎麼這麼好走 好 剛才這麼好走 從何歐白開 還是在怕孫 變成富二代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中央有在開花 所以 不要拿到後 一部分 留在 做我們建設台灣的基金 你拿一部分就好了 這樣好不好 好 好的牙手 給你們自己同意 老闆 把你靠起來做台灣的建設基金 你不要甘甘叫 因為你都同意 我每一次拜 問大家都牙手 時間又到了 明天繼續說 謝謝